我是一名美饭洗手 大概凌晨四点多 我在熟睡中 突然听到一声巨响 当时我觉得是打雷声并没在意 第三声巨响并伴着楼房的摇动 我感断定这是爆炸声 我的专业是化学工业与工程 在石化厂工作多年 于是我骑着电动车赶往现场 达到不远处我断定了 这真的是上海石化厂 以我的经验 化工厂爆炸很有可能会再次爆炸引爆 产生强大的冲击波 于是我赶上桥面 呼唤的民众赶紧撤离赶紧跑 盖着扎人赶紧跑 往北跑 如果发生再次爆炸 强大的冲击波 对桥面空旷处的这些民众 形成很大的一个伤害 我的父亲是上海石化厂退学工人 我的一位好朋友 目前是上海石化厂工人 他今天听到这声爆炸声 独自前往石化厂内部 我现在非常担心 因为我现在还没联系到他 我是想用我的专业知识和我的工作经验 能够让一些不清楚情况的民众 少一点的伤害 祝愿所有的在生活工作人员和消防官兵 都能够平安地归来 也祝愿希望我的好朋友 能够平安地归来